诗人软囊 本名软庆联 蓝星诗社成员 1957年即荣获全国新诗协会选拔 新诗创作奖 年轻时就文明诗坛 作品多发表于蓝星诗社 文学杂志 今日新诗 又诗文艺 现代文学等刊物 完成发表之后 也不曾刻意保存 所以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已经善失 在台东居住超过50年 2004年曾荣获当时的 台东县文化局台东美展 资深艺术家文新奖 2018年过世 享年90岁 软囊一生形式低调 生前没有出版过任何的个人作品集 获得软囊女儿 软永芳首肯 获国家文艺基金会 新北市文化局 东大华语文学系 台东市公所 台东县议员 林参天等单位 与个人的补助 台东县厚生文化工作协会 与文讯杂志社合作 于2021年3月出版 福游如是说 软囊诗文集 由曾任蓝新师刊主编的项明先生担任主编 收入软囊于1956年到2006年发表在期刊报纸的新师作品与论述 130多首的新师与四篇论述 并于4月20号上午在台东天后宫办理新书发表会 会中游诗人徐沁东 朗宋阮囊1957年获得第二届新师创作奖得奖作品 《最后一班车》 不张开双背向着天 不止步如热门光旺的骑士 走就走 以驾驭武战车快捷 跳上最后一班车 如太阳之会报重心的光辉 在我走进车厢前 所有的星座都隐没了 前两个礼拜听说有这么一件事 我很压抑也很心虚 竟然一个住了52年的诗人在梅台东 竟然不知道 这真的是表示我们最大的切意 那也谢谢东大华人文学系 特别是董教授 他应该是在梅台东 跟美学馆一样撑起两根的灯塔 那这里应该也算是神有保护吧 一个好的诗人 好的作品 我们也不担心 他们会急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 处长钟清博 当场采购20本新书 嘉惠各乡镇图书馆的读者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